那么我们开个房间 大家一起娱乐一下 是吧 休闲模式 自定义房间 创建房间 然后有个密码 密码 点不出来了呢 密码在这点 密码是 大家之前都嫌密码 那个什么是吧 哦 我知道了 密码这次简单一点啊 就是我们现在升级大会 投票的次数 名次 37位 创建 好 所以密码就是37 看来明天要抢吃鸡的位置 吃鸡的位置可不好抢啊 一共就两个名额 然后 然后扫那个二维码 没有那么快啊 哎 小杰 A技又加进来了 快 再入铁粉也加进来了 快老肉帅是不是也也之前加过 你们是知道知道经验了是吧 知道怎么加的快了是不是啊 可能提前就准备好了那个那个地方 是不是啊 一看就是有经验了 好 我们开始一局啊 开始 我看大家的段位 黄铜 黄铜 黄金 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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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部分是黄铜 我估计大家也是线下没时间打是吧 可以理解 黄铜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打的时候 大家都黄铜也非常公平啊 以欢乐为主 只要大家欢乐就可以了 你有两个手机就快了 一个手机看直播 另外一个手机准备点是吧 诶 是这个道理啊 也就是说你得有一个看直播 一个点的 这个局面的话 玩这个了 虽然不告诉大家 但是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我准备用刺杀了 明确的告诉你们七个 我这局准备用刺杀了 先拿了一个辅努 这都可以告诉大家 老肉 我一边看你直播一边玩 好吧 这下我的牌你全都知道了 我就是两个手机 果然两个手机的容易加进来 来 灵鹫也到 好 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 这个布阵不错 玩完这把可不可以再开一局 玩完这把 看看时间吧 也可以考虑了 再开一局 我 我把那个大猴子耍得团团转 大家看到没 那个大猴子 绕着场地转了一圈 绕着场地转了一圈 才找到我 太帅了 好 直接给这大猴子耍了一圈 我是什么来着 我是刺杀是吧 刺杀 弄弄弄个两废的吧 那个两废的 不不不 这次 这次 这次随便吧 等 刺灵甲好像没放 不是 一个匕首 匕首给 斧奴 等 这个刺灵甲好像适合火焰冰 给火焰冰 长刃 长刃适合斧奴 全都适合斧奴啊 哇 哇 这个不给虎奴了 这个给你吧 大家 翻摊一下 是不是 这次要打不过了吗 哎呀 差点连这个都打不过了 灵鹫 虎奴 都可以有 哇 这把走先锋也不错呀 野兽巨齿象啊 猛毒兽巨齿象 也不错是吧 嗯 大家还是聚一聚吧 我觉得 好吧 就刺杀吧 刺杀就刺杀吧 刺杀傀儡6排 6刺杀6傀儡是吧 哎呀 哎呀 一个都没打死啊 这次 哇 天 爆掉4滴血 这次 可以来快强 就可以打得快一点 又没有 又什么都没有 再上一只斧挪 4人口 生5人口 再上个灵鹫 都上去吧 全都上去吧 对方已经两级的铁狗了 老玩家可爱不 老玩家很可爱 快灵鹫 开始爆他 爆 爆了一下 再爆 爆了一下 但是 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 哦 no 又败了 哎 有掉线的 幽灵机的刺杀是没用的是吧 哎呀 气人呐 临时组一个什么吧 临时组一个 呃 临时组一个先锋出来吧 临时组一个先锋出来吧 三战士出来吧 刺杀总是抽不到的话 看看三战士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点好运气 来啊 摩托车 摩托车很厉害 摩托车超强啊 哇 后面还有一只两两星的灵鹫 这只灵鹫我是无论如何打不过敌啊 完了 完了 灵鹫对灵鹫 一星对两星 他打我那么多呢 那一下 忍者熊猫 你终于来了 刀努用不来了 对 我是 我是刺杀熊猫流 不亏勒 是不是啊 我不亏勒 忍者熊猫得上 三刺杀得形成 熊猫 熊猫 对 熊猫等着吧 对 还得再来个熊猫才能散熊猫 再等一下啊 对 对 刺杀熊猫 格斗加柳 我终于想起来了 我怎么跟失忆了似的突然 终于想起来了 所以刀努什么呢是用不着的 但是这个刀努用了之后 可以马上给我提升好多东西啊 来灵鹫 BOSS 爆爆爆爆 灵鹫 就及时地爆出来了 刀努又来一个 剑努又来一个 哇 这这这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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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既然都来了 三仙风 两傀儡 但是下来他的话刺杀就没了 好犹豫啊 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我好犹豫啊 还有什么 没什么了 好 虎奴干掉 还行吧 目前 哇 第一名的还没输过呢 来 须弥杀又来了 我刚刚 牺牲掉刺杀 先牺牲掉刺杀 打一会这个什么吧 先锋傀儡吧 哎 不对 灵鹫 救下来 哎呀 这改的乱七八糟的 他这个时间好短啊 必须得紧凑啊 像我在这一边说着话什么的 就容易 来不及 要赶紧操作 决定好之后赶紧操作 哎呀呀呀呀 又被干掉了 哎呀 下一回合 再来点刺杀呗 哎 灵鹫终于升级了 好 那我们再生一个人口 灵鹫在厂商 然后 斧奴 斧奴 这个斧奴是带了好多道具的 上去 好 三刺杀 三 战死 两傀儡 好吧 这么一个格局吧 哎 刀奴是不是比 嗯 刀奴比剑奴厉害一点 我应该上 刀奴 刀奴剃掉火焰兵就行了 啊 对 刀奴剃掉火焰兵就可以了 嗯 可以考虑 这还有两个刀奴呢 好 赢了 沉浸护服 给你 熊猫 来 剑奴又来 火焰兵 火焰兵不要了 火焰兵可以出售了 直接上刀奴 去指向你到前面去 你是胖子 胖子到前面 瘦子在后面 嗯 这样吧 好 然后 道具 道具给 给 给 两星的你一个 好 先亮吧 嗯 刷牌 剑奴 剑奴只是过度啊 剑奴只是过度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拿剑奴 他只是过的 还先拿一下吧 拿一下吧 还不知道过度到什么时候呢 拿一下比较安全 来 第一名到现在还没输过 可能已经实力非常强劲了 诶 狗魂死 狗魂死 狗魂死得来 诶 狗魯精也是需要的是吧 对 狗魯精也是需要的 嗯 狗魯精这个先锋 可以剃掉一个 剑奴 啊 不对 剑奴是祖傀儡用的 嗯 所以 先 先不改吧 再看看 我这些级别稍微有点低 嗯 狗魂死 刺杀 要六个刺杀才能进入下一个练习 哎呀 这局输咯 这局输咯 哇 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果然厉害啊 八连胜 哇 开局八连胜啊 小杰已经攒了47金币了 酷爱老肉帅也47金币 40 50多金币了 他们都 这些神人 你们这些神人 都是怎么做到的 哎呀 我是下面攒了一堆人 锯齿箱可以剃掉 哦 对呀 我可以上 局幼金剃掉锯齿箱啊 啊 锯齿箱太脆了 可以卖掉了 好吧 我又反应慢了 反应慢了 就会造成这个情况啊 哎呀 哎呀 好吧 你们是怎么攒出那些钱来的 我现在才29 忍者熊猫 然后锯齿箱可以卖掉 局幼金可以上 好 局幼金倒是被削弱了啊 灵鹃勾魂石 嗯 三战士 刺杀 三傀儡 333 看我这个333的组合 哎 那可露露在这儿我差点忘了点 那可露露必须要上 那可露露上去可以跟局幼金搭档成格斗家 但是今天格斗家刚刚被削了啊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很有趣 刚刚被削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 Goddess DU败了 战败熊猫 哪怕哈哈可以上 嗯 我放弃掉 我放弃掉 傀儡的联系 上格斗加的联系 所以剑奴不要了 剑奴卖钱 刀奴暂时还在场上用着 刀奴暂时先用着吧 刀奴 哎呀 独有金放大招 鹰眼瞄准器 百分之百命中 那就给你 勾魂使和铁鸡 再到位 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六次杀了 又来个灵鹫 我觉得这时候我应该 再升级人口 上个勾魂使 然后 要是能保持连胜的话 就比较理想了 还差一个铁击 就六刺客 刺客今天被削了 所以最终我觉得现在 应该就是刚才我那个 轻松获胜 那个搭配 那个搭配比较强 就是六战士六傀儡四野兽 六战士六傀儡四野兽三召唤 超强无比 应该还是作为我的首选的 副奏进化 铁局神跑我这来 铁局神跑到我这刷刷牌吧 武僧熊猫进化 武僧熊猫可以上 武僧熊猫上去 先锋 也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算了 下来 等会吧 等另外一个老熊猫 来了一起上 其他的没有 哇 酷爱老陆帅 66金币攒了 说明一直在连胜啊 完了我又被石化了 他那个狮子会让我石化 来 只剩一个夫奴了 应 刀奴进化灵鹫 进化 刀奴是过度的 进化了也好 进化了 战斗力可以马上提升 刷牌 我得刷一下牌 刷牌 只有金一只 不刷了 就这么地吧 转六刺客 要不就四零一 对啊 我现在就是六刺客准备 我还差铁机啊 四零一 零能啊 我现在没有零能 这是很早之前说的话 是吧 我猜想 我猜想 嗯 Teddy呢 Teddy已经这个点了 九点钟了 肯定要睡觉了 明天还要上学呢 已经准备去睡觉了 铁机怎么就是不出现 不行 我还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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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看这些有没有适合的人选啊 换换给谁比较好 勾魂使来一个 不用了 嗯 护甲 给橘油精加个护甲吧 要不然橘油精可能太脆 熊猫 熊猫 这个呢 百分之百命用 啊 就这样吧 哎呀 橘油精加了护甲白加了 直接死了 小杰A技 小杰A技 还剩那么多钱呢 你啊 哎 来 有没有希望 有希望 好的 最后俯儒一个暴击 疯而行 嗯 八人口 酷爱老肉帅 已经八人口 然后还五十金币了 这个经济 绝对是 非常理想啊 那可露露来一个 蚕食熊猫 终于来了 秋有月 下有凉风 冬有雪 哎 不对 我另外一个熊猫 也还没上了 等等等等 先不要太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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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关键还是人口数的问题啊 等再生生人口数的 先不要太着急 杀牌 生生人口数 你口数 贴机来了 现在七人口 强行六次杀的话 强行六次杀的话 傀儡就不要了 嗯 就不要傀儡了 对 哎 没打过野怪 召唤 给你吧 啊 不对 我说了不要傀儡了 所以要他下 铁机上 熊猫上 哎 不不不 熊猫不能上 就铁机上 就六刺客两格斗家 对 是现在的这个 配置 这个给 给你 嗯 是这么一个配置啊 再上就上两只熊猫 再上两只熊猫 嗯 就就连鞋就组成了 所以这这家伙是可以卖掉了 是吧 刀弩 刀弩是可以卖掉了 裴腿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卖掉 刷下牌 那可乐乐 再刷下牌 没有 啊 输了 输掉了 实在不行 我就暴升人口了 好 男的哈哈进化 嗯 好 生人口 生人口上哪个熊猫呢 上这个熊猫 也没形成什么 这两个熊猫得一起上才有意义 但是一起上六刺杀就没了 所以先上一个吧 还是 先上这个熊猫 哎 铁机怎么跑那了 熊猫跑这 好 打起来 大家打起精神 哇 这是一个爆破嘛 好多铁口铁员啊 嗯 好多铁口铁员的赶脚啊 还有树妖 我那一堆竞聚在他后面了 哦哦哦哦 好 转起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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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铁口放出技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哦 我赢了 我赢了 好险啊 好险啊 再上一升一人口上熊猫就完美了啊 灵鹫一只武僧熊猫一只 刷一下牌 没有不刷牌了 我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先不刷牌了 我先优先升到九人口吧 优先升到九人口再说呀 勾魂使是几级啊 勾魂使才一级呢 阿克鲁路两级 铁机才一级 菊油精也才一级 哇好多一级的牌 菊油精得赶紧升 来吧 到后排去 冲到后排去 铁机会开一个护照 嗯 他这个护照挺好 持续时间内 抵挡所有伤害的同时 提高自身上的攻击力 太厉害了 铁机这一招会进入无敌模式啊 相当于 好 暴击了一下 诶 又进入无敌模式了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打不过他 诶 又暴击了一下 怎么样 好的 无敌状态 把对手干掉 忍者凶猫 忍者凶猫 刚刚 还不行 先拿个忍者凶猫吧 好吧 我就刷一下呗 我得赶紧升九人口 先攒攒钱 先把经验花掉一点吧 好 升52 下一回合 九人口 上蚕食熊猫 就这么决定了 主播怎么不是玩步兵 你可能刚刚进来 我估计 看看有没有热心观众 帮我告诉这位观众 我为什么不玩步兵 老惨了 玩步兵 什么都不累 我有一局玩步兵 十个回合 只看见了一个神枪手 别人都没看见 哇 败了 我的连胜被终止了 好 来 来 来 完全体形态出现 好 三熊猫 完全体形态出现 五层熊猫 打一个 接下来就是给各位升等级的问题了 步兵下次我们再来挑战 今天不是步兵的日子 不是我玩步兵的日子 看起来 老禅师这个球总感觉打得很偏呢 炼金纸环 到现在才给我炼金纸环 但愿死亡也是美妙 沉寂护福 给这个熊猫吧 这一波刷牌又是木游 哦 熊猫又来一只 哦 舒腰可以来一只 可以组一个不朽者的这个联系啊 可以跟谁来着 跟蚕食熊猫 嗯 不是蚕食熊猫 跟 勾魂使 嗯 组这个不朽者的联系 到最后的时候 十人口的时候啊 九人口 我们先这么打着 哇 这一战怎么样 快zero 铁粉 还在我下面一位的 好 我赢了 OK 老肉马上再来一局 我都没跟你玩过 哇 这局打完 估计时间就不早了 好 人口数也暂时升不上去 要 再升 刷 我得升级啊 给他们 橘幼金终于生了 勾魂使 再来一个 好吧 这一轮刷牌 也算是有所收获了 生了个橘幼金 然后勾魂使 已经待命了 准备要生 这个对手排名第三 然后钱全部花光了 大家怎么都还是八人口啊 刚才那么多钱 没升人口吗 大家升人口升慢了啊 就是你想要这个特别好的牌 特别好的牌 他越 你这个人口数越高 他刷新的概率越高 所以比如说你想要非常关键的牌 你尽早的把人口数提上来 然后再去拼命刷牌 基本上 六人口的时候 就很少刷牌就行了 所以大家到现在还是八人口 我觉得有点少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个概率 在这个刷牌的上面 有一行小 非常窄的一行 第九 第九等级 九人口的时候 各个牌刷新的概率是这样的 越往后面 这个后面几种牌 刷的越多 而且后面这几种牌 像是紫色的金色的牌啊 它的数量很少 如果你升人口升慢了 等你人口升到这个比较高 开始刷这些牌的时候 那些牌早就 让那些早生人口的人刷走了 就这个牌池里面 牌库里面的牌的总数是一定的 如果你想要的牌 提前被别人拿走了 那你就再也刷不到了 所以 早一点升人口升上来 然后 嗯 然后那个 把关键的牌拿到 还是很重要的 万一这一局里面 大家都 顶着 那个比如说 都想要拿数药 然后等你进来的时候 那几个数药全部被拿走了 那你就没有了 铁机来个 好吧 我升人口了 我得升到10人口上 上数药了 暂时先这么打着吧 其实也并不是很安全 只有27血 我看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四爆破 三次杀 两傀儡 两格斗家 嗯 它的牌的等级也还行 感觉没有特别的高了 来了 刚说第一名 就跟第一名对上了 我们看啊 这局能不能赢他 哎呀 蚕食熊猫 被干掉了 我的蚕食熊猫 待在最后面 结果被干掉了 哇 火舞 火舞火了一个 它是爆破的 火舞火了一个 糟糕 这局要输 火舞又来 看着纳克路路 铁机就靠你了 啊 这局输了 这局输了 第一名的 我们打不过 我们得赶紧提升实力了 直接把钱花光 其实很有风险 让我想想啊 不行 我要提升实力了 我的 我的目标就是 第一个 第一名 我先得 能打得过第一名 来 好 这是我们最终的形态了 六次杀 三战士 三熊猫 两个斗家 两不休者 接下来就是给他们提升了 各位要升级啊 然后没太有希望生的那些 我们就干脆给他卖掉 像这个忍者熊猫 先行者 来 先行者给谁呢 给树妖 给树妖吧 忍者熊猫卖掉 空出点位置来 我这太拥挤了 然后这个熊猫 哦 五星熊猫已经是六只了 接下来是铁击勾魂死和蚕食熊猫 亟待进化 勾魂死进化了 嗯 再刷一下 好了 不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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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攒攒钱吧 尽可能的我们还是把钱再升上去啊 在前数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是把这个前数升的多一点 然后每回合多吃点利息 不过大家都已经把钱花空了 我是看出来了 大家都没有钱了 又是第一了 这次我食人口 然后又进化了勾魂死之后 看能不能打过第一的啊 不是 我得调阵型 我的老蚕食总是被他第一时间干掉 但是我增加了树妖 树妖扎了他一下 这是好消息 然后看谁的暴击更暴一点了 兴兴兴 各种暴啊 好 赢了 终于能打过第一名了 但是第一名还有好多血量 这是持久战了 这是一场持久战 铁击生 树妖来一只 好 铁击又生了 这个装备可以再改一改啊 装备给最适合他的人 因为一开始这些装备啊 并没有给到最适合他的人啊 所以现在可以改了 一开始有可能没有最佳人选 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给到最佳人选 这熊猫也带点 也行 这几个都没有 这个有 好 就这样了 这是第二名的 第二名的我们打起来就轻松一点了 好的 对 来 蚕食熊猫进化 太棒了 勾魂石我就不拿了吧 勾魂石啊 我现在等着进化数邀 嗯 先先不拿了 先攒着这21金币吧 另外两位好像都没用到勾魂石吧 哦 他用了 嗯 第二名的 比拿美 用勾魂石了 哦 这是三级的童子啊 哎呀 三级的童子一开护照肯定很帅啊 在哪呢 开了吗 三级的童子 哎 不过他刺杀的话 童子在后面开护照照不着人啊 童子还是适合跟爆破什么的 大家聚一堆的时候 然后一个护照 这样比较管用 你刺杀的人都跳到敌人后面去了 你童子就算是开了护照也照不住他 所以你要是用刺杀的话 往后跳的话 就不要 不要拿童子了 我觉得啊 不要拿童子比较好 好 先先先不拿了 什么都不拿 攒攒钱 我第一名的也开始攒钱了 哦 圣金燕 圣金燕 哦 狂圣金燕 十人口 满人口了 哇 有铁巨神 有铁巨神这种厉害角色啊 嗯 好 我看他是什么联系啊 六爆破的联系 哇 六爆破 其实刺客 刺客不太惧怕爆破 因为 完了 我刚说不太惧怕 嗯 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你这个人都不聚在一起 他就算是爆破 可能爆不到你很多的人 但是我刚才那一下被爆掉了好多的人 这个不得不承认呢 所以这局 危险了 铁巨跟灵鹫单挑 哇 被爆掉了好多 铁巨跟灵鹫谁能赢 铁巨赢了 好险呢 好险呢 我刚才被爆破掉好多 熊猫再来一个 所以稍微换换位置吧 稍微分散一下位置吧 我觉得有点危险 刚才被他爆破那一下 挺吓人的 嗯 所以分散一下 大家不要聚堆 如果聚一堆的话 被他一个爆破 死光了 是吧 分散一点就好一点 刷刷牌 熊猫又来一只 再刷牌 再刷 没有了 好吧 给他们递吧 打灵鹫巨龙了 来 围上去 哇 围攻灵鹫巨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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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鹫巨龙也是够厉害 给我 啊 围攻灵鹫巨龙不是一个好事 铁机开护照 哇 只剩下熊猫了 完了 熊猫肯定挡不住 没打过 没打过 灵鹫巨龙 这只灵鹫巨龙大爆发呀 我的天 没打过的 铁机 铁机先不拿吧 灵鹫 灵鹫快要升三星了 天上有点冷 菊有精也先不拿 哎呀 拜托了 让我的灵鹫升吧 树妖生了 树妖生也是提升了 好 而且这次我换了位置了 看看 对付那个爆破的时候 对付爆破的时候 能不能 大家不要巨堆 这次最后一名了 这个不是爆破 这个我们应该能形成斩杀了 应该能击溃了 是吧 哎呀 树妖的位置也很尴尬呀 被好多人围攻啊 树妖 树妖要死了 嗯 树妖进入那个状态了 不朽状态了啊 不朽状态就是死了之后 还能在战斗四秒钟 好 只剩下最后的单挑时刻了 单挑时刻 我的树妖 我觉得挪到中间来了 有时候感觉树妖在那挺危险的 然后旁边给他配个五僧熊猫 稍微守护他一下 嗯 好 那我们再刷刷呗 我还有需要升级的 灵鹫啊 我需要灵鹫升级 哦灵鹫升级 接下来就是五僧熊猫升级 我需要三星的五僧熊猫 好 散开了 这次散的怎么样 散开就有可能躲开爆破 完了又巨大队 哎 哎 对方这次没爆破呢 等等 什么情况 这次对手的铁巨神 地狱时间被我干掉了是吧 啊 肯定是这样的 蝉蛇熊猫可以拿了 勾魂使 那可露露 拿着吧 也不知道哪个 我看啊 他铁巨神刚才肯定是被我第一时间干掉了 所以没有轰炸 你这个爆破阵容啊 应该距离一个角落 距一个角落把铁巨神放在最后面 所有人就包包裹着铁巨神 你待会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所有人包裹着铁巨神保证铁巨神能放出技能来 你看你铁巨神在后面被我几个几个刺杀一刀斩掉了 这样不行 这样你就 但是这个火舞这次烧的不错 所以就是把像是铁巨神啊 还有你有如果有方舟什么的 把他们堆在最角落里 一定要撑到他们能放出技能来 他这次火舞烧的挺好 好了 他这次火舞烧的挺好 给我烧死了一大片 所以我再调调位置吧 我的天哪 我的火舞被烧的好惨 这俩换过来吧 大家不要聚到一起去 虽然直接干掉他的铁巨神很爽 但是尽量分散开 我还需要让我的五僧熊猫三星 哎呀没有 就剩生五僧熊猫了 来吧 他的铁巨神换位置了吗 我刚才没看 他的布阵不知道有没有换 铁巨神还是被我干掉了 没有放出技能来 然后火舞 火舞这次放技能的位置不好 火舞放技能的位置没有人 所以 这局跟上一局相比就 就废的多了 主红石来一个 我看看 我看看 对你要把铁巨神放到角落里 结晶吸收的石 你要把铁巨神放到角落里 他是不是没在直播间呢 我怀疑 哦有可能是只有一个手机 是吧 用手机玩的时候就听不见直播间说话了 所以没有听到我的建议 黄蜂军团 黄蜂军团 来吧 打野怪 我们是不需的 但是刚才灵运巨龙没打过 我已经打到40个回合了 天 魔腾守杖 然后灵魂之金 来 灵魂之金还没带上 我这刷出来个铁巨神 我为了防止对方的铁巨神升 升两星 所以我可以拿一个 这样的话 他就有可能拿不到 两星的铁巨神了 他现在只有一个铁巨神 所以我看见铁巨神 我就应该拿掉 然后 在我不需要其他人的情况下 在还有钱的情况下 把铁巨神拿了 让他拿不到铁巨神 他就没办法升两星 好 看看能不能斩掉铁巨神 好 但又是第一时间斩掉了铁巨神 然后铁巨神放出来了 但是轰炸的时候 我的刺客都已经跳走了 所以他在那个位置轰炸 并没有炸到多少人 哇 那可露露跳来跳去的 不要跳了 那可露露 好的 忍者熊猫拿一个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走他的铁巨神 是吧 忍者熊猫又生了 难道又生出三星的忍者熊猫了 勾魂石又生一个 或者三星的勾魂石 我三星的勾魂石 好像是有特殊皮肤的 这个两星勾魂石 这算 这应该不是特殊皮肤是吧 三星好像是有的 哦 果然把铁巨神包在中间了 我们看这次有没有变化 铁巨神 又是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人都走了 好吧 可能你的牌的级别整体比较低啊 没办法扛住刺客这一波突击 铁巨神就放不出招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吗 看一下 哦 结束了 十连胜 好 那可露露 我不会忘记和你的战斗 asmor